我在上个月 帮助一位熊如贤居士往生 他这个在家里 他也是患癌症晚期 那么这个副居士打电话 叫我去帮助他 那么我去了之后 那么他还是比较清醒 我来了 他能够睁眼看了一下我 但是因为很虚弱 又把眼睛闭上了 那么身体很痛苦 可以看出来 是随微的病人 我一看他的这个情形 我知道 可能就是 这个当晚就得走 我早上去到 见到他 我说可能过不了今晚 脚已经肿得很大 男怕穿靴 女怕戴帽 穿靴就比喻 脚很肿 这个戴帽是脸部头很肿 女的这种情形出现了 那也是快走 而且他很虚弱 讲不出话来 但是还是清醒 我就劝他 去往生 但是我知道他放不下 我从什么细节看到呢 他的太太 给他呢 这个 拿那个棉签 沾点水 给他擦那个嘴唇 因为他已经进不了饮食了 给他擦这个嘴唇的时候 要湿润一下 好受一点 他那个表情啊 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快乐 当时我的心里呢 就突然就感受到 他对他的家里人呢 那种爱念没有方向 这个说不出来 就是一种感受 那我就跟他太太 和他的儿子讲 我说你们 首先要把他放下 你放不下 对他的情职 他就往生不了 为什么呢 你家里人的缘很密切 互相之间有感应 你放不下他 他也放不下你 我说你们 首先把他放下 你要劝他去往生 我说到他太太哭 流眼泪 我就知道 你看他情职深重 确实家里很和睦 太太对他也是非常的 这个 照顾 感情非常深厚 因为也学佛 所以很容易就说服他们 他们也决定了 因为知道 人已经救不了 与其说要搞六道轮回 那不如帮他 最后一口气就去往生了 所以下定决心了 我就劝了 你们要轮流上去 跟他讲 跟这个病人讲 劝他放下 跟阿弥陀佛走 不要再挂念我们 我们自己会照顾自己 你就放心去 劝他放下 这个熊居士 他也听经很多年 跟老法师也跟了好久 所以教理应该来讲 都是比较懂 也愿意去往生 但是没放下 就往生不了 所以呢 他太太 他儿子 女儿 轮方上去跟他讲 反复地劝他 放下 最后我也上去跟他劝 现在家里人 都不用你操心了 你就放心 跟阿弥陀佛走了 你只要放下 阿弥陀佛就来接你 你肯不肯去 问他第一遍 他没反应 第二遍 也没反应 最后问他第三遍 他点头 愿意放下 这一放下 你念佛就能提起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 念阿弥陀佛 中间呢 大概每半个小时 我给他开导一次 开导也是很简单 就劝他一起念佛 求阿弥陀佛接引 结果那天下午 五点二十五分 往生 在佛号圣中 大家送他走 很安详 第二天全身柔软 那么 这个 有人能看到 给他做三十信念的时候 看到他往生西方 另外他还有一个 这个 同事 这个同事呢 的先生 对佛法也并不是很了解 竟然呢 做了一个梦 是七月十三号的时候 就梦到啊 这个熊如贤居士 他说在 碎梦中看到 四周围都是布满金光 有一尊佛 显现出来 大概就是阿弥陀佛 可能这个人不认识阿弥陀佛 有尊佛 显现出来 这个熊如贤呢 就站在阿弥陀佛的旁边 有一个声音还告诉他 这个人是佛的护匠罗汉 那这个先生就 惊醒过来 惊醒过来之后 还闻到满世的花香味 这只是感应 这就不是一般的梦 是很真实的感应 所以 后来就告诉他的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呢 才把这个事情啊 跟着家里人讲 这是两个证明 他往上吸放 那我当时呢 判断 也是判断他肯定往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住念呢 经验 也比较 也比较 多 看走的人 凡是临终的时候 很清醒 真正有信 有愿 求往生 念阿弥陀佛走的 那肯定都是往生 那么后来这种爆梦啊 就是又一次的 给我们做证明 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放下 所以这个雄居士到最后 他才全部肯放下 最难放的就是情指 对家里人的情指 其他都好放下 这个最难放下 所以对人的住念 你看印光大师讲灵终三大药 第一个要素 就是灵终开导 那灵终开导 就是劝他 发愿 放下身心世界 而且你要会看 他可能放不下的是什么 要对症下药 像我劝他放下不好使 要他太太去劝 这就好使 他太太劝他 那是等于是 让他感受很深 太太的愿我走了 那我还不走吗 逼着他放下 这个是 非常重要 当然 我们最好 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 要人开导才放下 现在就得放下 这就能自在往生 那雄居士 临终受苦 癌症 不肯放下 就会受苦 早放下 就早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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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放下 我再放下 我再放下